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新活动 星雄铁道 2.2版活动钟表小子美梦往事已完结 活动攻略二梦大作战钟表环游记 金梦大危机迷梦大冒险美梦大机密 特殊结局爱汽水的钟表小子 钟表环游记经典结局 这一批我们要做的是 钟表小子美梦往事这一个版本活动 第一天就全部采放了,你真心之后 然后你需要嫌做完主线 主线我也有发 真正做完主线之后 我们会多一个任务 根据任务提醒点我们来到 停转的时钟这处任务的指定地点 然后正前方与前方的NPC进行交互 这里对话结束之后 NPC名字出来了,叫做皮斯 然后剧情结束再次和皮斯对话 这里我们选择我了解这个选项 然后出示任意移的道具 然后这里依旧选择善项 我们就可以开启整个活动了 首先我们会进入这教学棺材 就是我们第一关的标准结局 你跟着他的步骤走 你可以跟我一样点的快些 这里步骤之后会跟大家详细说 他这个讲的还是比较细的 如果自己做的话就跟着他的解释看完 我这里就全部跳过了 下方的数字拖进去直接点击继续剪辑 他出来其他东西不用管 然后第二个我们去把这个6填在第一个 1填在第二个继续剪辑 然后第三处的话我们把3左边5 然后填在左边 3是可以滑到右边的继续剪辑 接着我们来到下一部分 把内部合则我们继续剪辑 下方的精度条拖上去继续剪辑 剪完之后我们的第二章 第四幕的第二章就开始了 这一幕的话 依旧是一样的玩法 整个标准结局算是一个教学关卡 不需要在意 3放进去 5放进去 也不影响 这个换出来也没有影响的 然后有影响会跟你们说 你们就照着抄就好了 24放进去 然后 5 2 4放进去继续 下方 把6 和3 这样放进去 结束 合则就可以 合则我们继续剪辑 拖进去 到了最后的结局 这个活动也实在告诉我们一些故事的 有多的结局 然后解击完成之后我们返回乐园 有NPC在此对话 对话结束之后选择 最后一项 怎么选都可以 这里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开启其他任务 点击追踪 这里不要传出去 对话结束之后 我们朝后方的NPC方向走 与后方NPC对话 先去接这一处任务 好 获得物品之后我们再来到前方 迷一拆死的NPC 匹斯进行对话 这里对话结束之后 我们的前置就做完了 我们后续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来